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婷 我现在所谓的位置是在晨西啊 我们今天来参观一个大型的竹鼠养殖场 这边听说规模最多可以养到1万只 我们去看看 赶紧走 已经进到了那个养殖场里面了 看肚对蹄的这个 我看到他后面还有一个嘴巴巴 好贼 会咬人吗 我去咬人 真的吗 那我提一下他 我提一下尾巴 不怕 我是农村人 我知道的 好贼 要不这样 我就去咬人 好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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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了吧 我们这边有幸请到了我们竹鼠养殖场的技术园 由他来给我们讲解一下 您这边是怎么想到养竹鼠的呢 我们以前是这个时候 后来春天应该在我们去学习找竹鼠 然后每个月给我竹鼠 一个月三千都会去竹鼠 然后我们陪竹鼠年纪有水口 那也是挺不错的 对评估户来说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收入 对不对 看他多可爱 你看这个竹鼠好厉害 他咬着这个竹子走了 看他刚出生的小老鼠 小竹鼠 哇好猛 给你给你 给你吃 给你吃 他直接咬 尝你的走了 你看这个 这个小小的 可爱你 特别小的这个 看一下这一笼子 知道吗 这个是钱呢 一只至少两百以上 一个差不多两个红太阳 对呀 两个红太阳嘞 你们以为 我提着他回家了 没有啦 这个不是的 这是他们卖的 我们听了今天的讲解 听了技术员 听了杜队的讲解之后 发现营养毒鼠 真的还是挺赚钱的 他们一年的 他们说一年的分红都是 到年底的分红100万以上 这个真的是很高的利润 所以说搞得我心痒痒的 我看我空着的养殖场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想法一下了 好了朋友们 到时候你们可以给我出出主意哦 那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屏幕下方点击关注 我们下次见 拜拜